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首先是来自路透社的独家报道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封信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已经告诉欧洲客户 由于所谓的特殊情况 它无法保证接下来对欧洲的天然气供应 这封通知信的日期为7月14日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是俄罗斯国有天然气垄断企业 从今年6月14日起 它就陆续声称供应出现不可抗力 在天然气合同中规定 如果一方是因为不可抗力 则可免于承担法律责任 德国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商表示 已经收到了这封信函 但是拒绝了这一不合理要求 俄罗斯对德国的天然气供应 主要通过北溪1号管道 北溪1号于7月11日进入了维修期 暂时停止了供应天然气 欧洲一直担心维修期结束之后 俄罗斯会找借口不恢复供应 以报复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 荷兰银行的能源经济学家表示 俄罗斯的这封信看起来就是一个暗示 在为期10天的维修期结束之后 通过北溪1号的天然气供应 可能不会恢复 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与欧洲 俄罗斯与德国之间的矛盾升级 面对可能被切断天然气的情况 德国经济部周一表示 德国可能会延长三座核电站的寿命 在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意外之后 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经承诺 在德国逐步淘汰核电 原本计划中这三座核电站 将在今年年底前被关闭 随着俄罗斯向欧洲供应的天然气不断减少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在周日 却向中国输送了创纪录的单日天然气量 这两种相反的趋势虽然没有直接联系 俄罗斯是通过位于西伯利亚的汽田 向中国供应天然气 这些天然气与通过北溪1号 向欧洲供应的天然气无关 但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 正在努力调整天然气的供应关系 从中可以看到 他希望将天然气从欧洲邻国 重新引导到亚洲的新客户中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 美国与盟友之间建立更深的贸易关系 以加强供应链并且挫败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以及中国主导关键原材料市场的能力 本周二将是耶伦对印太地区 为期11天访问的最后一天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耶伦周二的演讲稿 耶伦说 我们不能允许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利用其在关键原材料、技术或产品方面的市场地位 来扰乱我们的经济 并且行使地缘政治影响力 因此耶伦呼吁 美国和韩国等盟国应该更加专注于 朋友间的互相支持 从而更多的依赖可信赖的贸易伙伴 增强经济韧性并且降低风险 耶伦说 美国希望消除对稀土、太阳能电池板 和其他来自中国的主要商品的过度依赖 以防止北京像某些国家所做的那样切断供应 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 西方大国都希望尽快结束 对中国作为主要供应商的过度依赖 因为对中国的依赖 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也暴露了一些国家关键部门的能力 耶伦将在演讲中说 疫情和乌克兰战争清楚地表明了 解决供应链漏洞的重要性 耶伦周二将会在韩国的LG工厂发表演讲 LG在4月宣布计划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价值14亿美元的电池厂 耶伦届时将会强调LG最近在美国的一系列投资 他正在推动美国与韩国的加强贸易联系 他在演讲稿中说 新贸易方法的关键 要求各国正确考虑过度集中的供应链和地缘政治问题 而不要过度关注成本 在吸引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多年之后 中国现在面临着金融去全球化的风险 也就是西方国家急于摆脱中国 投资者指出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那就是习近平自己的政策 曾经被中国丰厚的收益率 和蓬勃发展的科技公司所吸引的投资者 现在说 避免投资中国的理由已经多于投资的动机 对于一直牢牢吸引全球投资者的中国 这标志着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价值310亿美元的投资公司Ruffer 在香港经营了十多年后 最近关闭了其香港办公室 Ruffer表示 西方资本的超级邮轮开始驶离中国 当你看到新冠清零政策 和地缘政治风险没有尽头的时候 暂时把中国放在一边 是比较容易的选择 自从习近平于2013年担任国家主席以来 外国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存在明显增加 政府开辟了让资本流入中国的渠道 包括通过香港的护港通、深港通机制 以及债券通机制 鼓励外国资本流入中国 为中国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 并且为经济注入活力 但是习近平去年 对中国最赚钱的行业 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 其结果是对共产党目标的不信任 和市场混乱 以及股东的巨额损失 今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习近平对普京的态度 也令全球对中国的资产借薪增加 这种戒心在金融市场的表现就是 新兴市场股票基金 对中国股票的配置 今年降至三年来的最低点 全球投资者现在不再讨论 何时买入中国资产 而是更多的关注 要减少多少中国的风险藏口 一位驻苏黎世的投资经理表示 由于地缘政治和治理风险不断上升 一些知名的欧洲养老基金 不再希望将中国纳入其投资组合 花旗集团在亚洲的研究团队最近发现 他们的客户对中国的热情低得令人吃惊 花旗的分析师在7月7日的报告中写道 他们与宏观投资者的讨论 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增长方向和刺激政策方面 但是客户主要关注的却是印度和韩国 一些投资者表示 没有信心投资中国 知情人士本月告诉彭博社 凯雷集团新成立的85亿美元亚洲基金中 对中国的敞口将低于正常水平 取而代之的是韩国、东南亚、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市场 该基金称只有4%直接投资于中国 这些投资将集中在中国的国有银行 比如说中国建设银行等 而在此之前 中国的新兴科技行业才是投资者的宠儿 当然考虑到中国拥有21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 和16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场 外国投资者完全脱离中国也是不现实的 只是要在中国资产上看涨越来越难 管理中国主要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的前总裁陆军 被中央纪委带走调查 中央纪委在其网站上发布了 对华星投资前总裁陆军的调查 在芯片行业 陆军最为人熟知的 是曾经管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 俗称大基金 该基金是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基金 规模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 大基金成立于2014年10月 是中国投资芯片初创企业 和行业大企业的主要融资工具 其超过67%的投资 用于支持中国的集成电路制造商 包括中芯国际和华红半导体 在2019年12月的一次行业峰会上 陆军曾经表示 大基金有大量资金 可以投资于半导体公司和相关关键行业 比如5G移动通信 而此前参与大基金的高管 被中纪委带走审查的陆军并不是第一个 去年11月 华星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 也因为涉嫌严重违法 被中纪委离岸调查 中美之间不断升级的科技战 使大基金成为北京发展 国内半导体下游供应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京的推动下 多家中国公司纷纷增加了 对国内半导体领域的投资 据《政权日报》报道 截至今年3月 已经有81家在中国大陆上市的公司 设立了产业基金 其中60%以上针对半导体和新能源领域的并购 大基金先后投资了一大批国产半导体企业 这也使得陆军作为基金主要负责人 先后出任了不少被投企业的高管 比如长江存储的董事 武汉新兴董事 中芯国际的非执行董事等 目前尚不清楚 陆军此次被调查 是否与这些投资有关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